俄乌冲突进入第七日七天 越来越多的人对冲突的走向感到困惑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韩斯十日程 美情报机构认为 俄总统普京正为在乌克兰进行矿日持久的消耗站做准备 且目标不仅是顿巴斯地区 还包括乌克兰南部的一些地区 俄方是一直没有正面回应美情报机构的说法 而美西方显然正在为俄乌冲突的长期化做准备 在美国总统拜登警告对乌克兰的资金援助将在十天内耗尽后 美国众议院十日晚慷慨解囊 批准400亿美元的对乌克兰援助 参议院的投票也将在几天内举行 德国外长贝博克十日访问基辅 成为冲突爆发后 仿乌的最高级别德国官员 并称将向乌提供重型武器 乌方对此表示感谢 称这是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海恩斯十日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 告诉议员们 我们评估普京总统正在为乌克兰的长期冲突做准备 他仍然打算推进顿巴斯以外的目标 出席同一场听证会的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贝里耶说 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目前处于僵持状态 海恩斯阐述了他认为俄罗斯此次行动的具体目标 站立顿年茨克和卢干斯克这两个乌克兰东部地区 控制赫尔松时 并建立一座连接俄罗斯 顿巴斯地区和克里米亚的大路桥 这样做将使俄罗斯的重大战略胜利 并将使乌克兰成为内陆国 今日俄罗斯时日发文称 然而俄罗斯在这方面的目标并不明确 普京在二月出兵乌克兰时表示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旨在使乌克兰非军事化 使其领导层去纳粹化并保护被迫害的顿巴斯地区人民 报道称 自2014年后 普京没有就乌克兰提出任何明确的领土目标 海恩斯还在听众会上称 未来几个月 俄罗斯的行动可能会升级并变得更加不可预测 例如在国内实施戒严令 将俄罗斯经济置于战时状态等 至于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这两位美国情报机构高官都认为 情报界不相信普京会转向使用核武器 除非他认为俄罗斯面临生存威胁 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相信 他们可以继续在军事上取得进展 我们认为 至少在短期内没有可行的谈判道路 海恩斯说 11日在被问及俄方是否同意美情报部门的评估时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我们建议关注普京总统的声明 总统最近重申 特别军事行动正在按计划进行 他同时称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进程仍在继续 但非常缓慢 没有成果 当地时间十日晚 美国众议院以368票赞成 57票反对的表迹结果 通过了向乌克兰和美国在该地区盟友 提供400亿美元紧急援助的方案 至高于拜登此前要求的330亿美元 其中包括将总统拨款授权资金 从拜登政府要求的50亿美元 增加到110亿美元 该资金是俄湖冲突爆发后 美国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主要方式 俄罗斯观点报报道说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11日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说 美众议院批准的远乌法案金额 比拜登要求的要多得多 多发出的数十亿美元被慷慨解囊 被美国军工复合体分享 文章称 如此大规模的援助 无法解释为对乌克兰的爱 甚至不是对乌克兰经济的支持 他的目标是继续对俄罗斯发动代理人战争 俄罗斯失败不会发生 而美国的印钞机将会更快崩溃 今年三月 美国国会曾通过法案 向乌克兰提供13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人道主义和经济援助 这笔资金现在几乎已经用完 与此同时 乌克兰东部战士仍在激烈进行中 乌克兰总统斯列斯基 10日晚发表讲话称 乌克兰军队已夺回 哈尔科夫地区的四个村庄 他说 这可能预示着战争进入新阶段 同时警告 不要期待重大胜利